沒錯了,試完就是之前我的老師曾經教過我一個七連音的打法 你真是右右左左右右左,再轉回來左左右右左左右 如果打在Snair上面,大概就是這樣 1,2,3,4 第二個用法是把不同的Action放在不同的TOM方面 譬如右右的Action放在Flaw Tom,左的Action放在TOM1 我們試試HIGH HAT KEEP TO FALL 1,2,1,2 1,2,3,4 1,2,3 OK的這個就是第二種用法 那第三個用法就是 一個七連音裡面有三個Action 即是 右右左左 右右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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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如果我們 再一個Action 試一下 用一個Groove的形式去做 即是 前兩顆我們放在Bass Drum那裡 最後一顆放在Snair 就是怎樣呢 1,2 所以這就是七連音可以用的三種用法 哈哈 可以用一個Groove的形式去做 Groove的形式去做